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刑15年的内蒙古民主联盟主席哈达 于2010年12月10日刑满出狱后 又被当局以剥夺政治权力4年为由 法外积压4年 本周二中午 哈达的儿子威勒斯告诉记者 他和母亲被辖区派出所公安带到呼和浩特市 当局为哈达安排的一处新住所 全家得以团聚 但是楼下有警车戒备 20年无法接受记者采访的哈达 从威勒斯手中接过电话 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公安没有把他直接送回家 而是把他安置在由公安租的一处民宅 他们宣布完以后才撤走的 他们可让我等时在这住几天 让我自己造房子从这翻出去 您现在获释他们有什么额外的条件吗 他们条件多了 但是我都没我没接受 他们还不继续限制我各方面的权利 哈达说当局没有任何理由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哈达自出狱后一直被囚禁在呼和浩特 郊外的一个黑监狱内周围有铁丝网和武警看守 哈达说公安试图继续剥夺他的权利 他们实际上是很艳难 主要就是逼迫我放弃思想 这个最近真的很厉害 特别我说这个 境外媒体采访 他们坚决不了 我坚决要接受采访 因为这是公民的权利 他们是什么呢 他们都是敌对势力 所以你不能跟他们说 我说什么敌对势力我都敢说 但是我说的话是肯定有限度的 就这个问题真的比时间很长 致力于恢复弘扬蒙古本民族文化的哈达 曾在1989年创办蒙古学书店 后一朋友成立内蒙古民主联盟并担任主席 他主张内蒙古高度自治 被誉为蒙古族英雄 1995年被内蒙法院判刑 直到本周二释放 十多年来哈达的妻子辛娜及儿子 威勒斯无数次向外界发出呼吁 后被当局判刑 哈达对此表示 这个问题非常清楚 你可能看到过我那个生物章 我儿子拿出去可以放的 就是无意义务 逼迫我放弃思想 他们才把他们抓 抓进来 说得非常清楚 你要是放弃思想了 马上把你们三个人 现在就放出去 让你们参与好好生活 如果不是你 你的老婆孩子绝对不会抓 他们俩什么时候都没有 我替你还清除 被激扬20年的哈达 仍然带着蒙古族人 直率 坦诚及义气的性格 喜怒 抑郁言表 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公安对他下达了两条禁令 哈达告诉记者 他在监狱遭到各种虐待 现在一身疾病 当局最近才承认 最近的谈话力已经承认了 按他们的说法是 是要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本来我这事是原案 加起来这么多人实加苦心 现在我已经是一身病 11月份我们去 纽约已经全面神机检查 检查出来十来种病 这都是在监狱 实加苦心批发虐待造成的嘛 今年59岁的哈达说 他刚入狱时受到虐待 包括被关小号 被用对人体长期使用 会有副作用的毒性药物 导致他身体器官衰弱 因为什么 哈达还说 他被关小号期间 每天的伙食非常差 导致体重骤降 您在监狱里面 每天要不要做工呢 有 最严重时候 好几天晚上 白天晚上都不让 离家都不让 休息上去 连续抗活 就这样把我的药给脑海了 十来种病都是进去得的 进去时候没有病 现在您有哪些病 最严重的是东脉硬化 三处东脉硬化 主要的虾子动脉硬化是用冬天用在外部干活拿冬的 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时就不给你冬完 而且我住的那个房子是靠厕所 那墙冬天十五 很快就得了虾子动脉硬化 很多 还有什么肝脏鸟来进去收医家没有病 我靠自己家里的钱 自己买东西吃这样才熬过来的 不让你吃吃饭 哈达计划近期去医院做残疾鉴定 同时也要做司法鉴定 等拿到鉴定后要求有关部门解决生活问题 哈达的妻子辛娜告诉记者 今天是2014年10月9号 哈达失去自由19年 今天终于过世了 我们一家终于团聚了 我们很高兴 在此呢我想强调三点 一 哈达因民族问题被重判15年 结果刑满不释放 又继续被内蒙古当局非法拘禁了4年 我们先不谈前15年的冤语 我们家属就哈达这4年的非法拘禁 要诉诸法律申诉到底 二 由于我们母子为哈达不断呼吁 当局把我们母子也打成对半 我们母子也要依法申诉 三 如果中国真正的依法治国 我们一家的冤案一定会得到纠正 迫害我们家的人一定会被绳之依法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乔龙的采访报道